第五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接下來第六場 第六場跑直路賽 三半日前,亦有很多馬今季已經跑過 配備轉變方面,這隻5號 叫做旭日輝 初用羊毛面褲 近期有幾隻旭日,大家都要搞清楚 先看看這貨落草地試 15號早上精彩用時,沒有戴眼罩 潘頓到最後的四伯都輕輕飛走 這隻馬相當爽臣,我喜歡他 接著再來,其實我想他洗馬換腳 不過做不到,由他順著他去 其實這隻馬,我覺得它是一隻很容易粗起狀態的馬 趁季初,下三班 這隻平海掌聲,體重越來越上升 那就難搞了 對,再升17磅 你看它已經出步了 這隻馬真的不得利落,一般 試襲都真的一般 這隻也是神速奔馳 又是試過有些傷患 試襲之後腳有些東西 不過是上季尾 又是,合不合蘇兆輝這些邊 因為這些馬仍然很生 至於這隻,你知我姓 他都曾經試過上季,跑完就不良雨衡 不過那時都很久之前的事 他近期彈了貨閘 走過,我覺得他是中中亭 應該可以生猛一點 玉日輝 上季尾也跑過一場 現在跳過都沒有很大的喜樂 跟上季我覺得都差不多 鼻枯、扎賴 還有不像一隻爆發力那麼強的馬 一對馬,明欣賞 拍著勤得兼備 明欣賞賽前沒有大閘 埋便那隻 他都算單跳都不起眼 拍跳都拍輸給長途馬 好,接著看看傳農區 我覺得這隻馬在這一組裡 都存在了變數在那裡 以前像我研道 又是死了口 可能健康有些東西 又影響著,卡卡卡卡 但是我見他今季做下來 試襲都不要數贏什麼對手 其實有時都沒有什麼意義 他自己都走得不錯 還有我見他有時拍 開始撐下去,他撐得好了 神粗配備比較多 這隻馬頭罩,交叉被固 但以前他確實是更加麻煩 更加重口 這些馬 這貨跳揚揚明欣走 他又沒有這樣的情況 算順的 拍那貨都可以的 好,接著是銀良之鋒 其實這馬的樣子也挺好的 不過真的需要時間 衝衝再戰 先跑 這隻鋒鋒隔了一段時間沒有跑 攻頂 跟前第二,後面是冰雪其餘 九月十六,約摸七八日前的大閘 進來後,見到鍾易禮 有點抽著一邊 因為那隻馬有些 想撐住那隻馬 控制住他 後面冰雪其餘 你沒有認真一點 不過是後面放固 Sisters,時你撐住 布丹根就能提供 狹oring 把它鋒鋒不時間 所以這隻馬有這種特點 以及沒有馬在外面 這隻是很難搞 我覺得高頂 可是勝手 都不妨活 馬是否一定要停車 但鋒鋒 你我想 daylight 很好 其實已經是一隻 好像很火但逆 會憧憬一下這些順勢而非 他喜歡頭額比較高 因為他的頸撞,前空大 他覺得頭很細,觀感就是這樣 不過最終不是他跑 好,戰鬥英雄 繼續谷草一千 然後就沙田一千 先跑,出來小圈量度一下 後面那幾隻都是差不多情況 那幾隻都跑過了 龍騰飛翔,這些都是接近的馬 也算是黃俊好東西 因為我們都之前說過這些馬 不容易跑的,他都拿到第四 那這隻馬的狀態,其實我都沒有懷疑 不過其他因素好像不太強 接著就偽多福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再扯快了 都很難慢,有牠在這裡 很有趣,谷草一千年不到 這隻就一出即勝,加影精神 亦落草地,繼續位置著贏馬的情況 輕鬆 好,回到第六場的三天尾關 三班一千米 這一組其實你去研究下去 感覺上其實不是很多馬 很實正,很穩定 所以我覺得一號的精彩勇士 就是贏馬或者入三甲的機會 都相當之高 尤其是你看牠的功夫 牠很明顯是想跪初練的 牠上季上班就不夠跑 這個精彩勇士 一落三班,什麼重磅都不怕 一載,牠都交到 所以這隻馬我也相信牠 你看潘頓和這隻馬合得不得了 其次就是8號的銀梁之鋒 這些就是搏下孟 因為牠明顯是不熟的 那些馬,你上次見牠出來 情況就跟星期三晚 尾場方家拍的銀進一模一樣 那隻銀進都不是不能跑的 牠回來也第四 但你看牠行圈,那些馬生得不得了 一多人濕身,然後就跳來跳去,緊張 那這些就是年輕馬的形態 牠們不是不懂跑的 不過只不過還是亂水一點 亂水還有一隻衣服的 神速奔馳 其實牠還是一隻未淹 可能有時不得集中 出閘那裡你就難估計 是,無疑,我都覺得牠應該是一隻 挺有潛力的 但是有其他因素你會… 因為你不知道牠受不受鞭 你蘇兆輝那些不會不用鞭 這個有個戒懷點在這裡 所以就特意焦點跟大家說一下 一奧馬精彩用時 我都覺得是四平八正的 另外我覺得有些變數的是 與其南門七奧馬全龍區那些 一定是南門的 其他銀量之鋒 這些鏟進來的話就會很分頭 所以其實這些組馬是混亂的 《獨立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休息一會